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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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最近很多人換手機對不對 每次到iPhone 星期上市你有沒有發現 你上一代的iPhone的電池壽命 好像不太行 以前充飽電可以用到晚上 其實充飽電大概只能用到下午 有的更慘 如果你大概隔兩代 電池大概只能用到下午一點 差不多就沒電了 早上起床 玩個一兩盤的遊戲 大概兩三點 電力準是二三十趴 這種情況其實就是 電池已經老化 要更換 其實我們iPhone 自己本身是有一個功能 可以去看你的電池的健康程度 這台是媽媽在用的 最近她一直跟我反應 電池一直沒有辦法用到下午 我媽媽的使用量其實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想說這一次呢 我們來逛商場 然後來找一位朋友 他專門在幫人家換電池 順便看有沒有可能我們親自來換 就要教我 因為之前我換過這個手機的電池 我記得我換過iPhone X的樣子 我曾經換過兩三台 但是呢 隨著iPhone現在的構造越來越複雜 連螢幕呢都非常難拆 所以如果沒有專業的人在旁邊 你千萬不要親自嘗試 不然還有可能拆完之後 電池換回去 整理手機打不開了 好了我們現在進去 我們現在給他健康檢查一下 我們現在給他健康檢查一下 嗨這位是Mato 你好 我們認識非常久 你可以幫我檢查一下 這台是我媽媽的 好 那現在電池到底要 我現在看到他的健康程度還92% 但是他用到中午 其實到下午就剩下一半以下了 那就不太對啦 因為照理來講 要到更換程度 像你媽媽那個狀況 至少要85以下 但他這個有可能有時候會有問題 就是看到九車 但他永遠停在九車 你把他想像簡單一點 就是有點像是 車子的那個時速 那個里程數的錶壞掉了 所以不管你怎麼開 他都不會變化 他有點像就是 他其實實際上他已經老化了 但是他在手機上顯現的還是一個 同樣永遠的一樣的 那怎麼辦 可以用軟體去看 他會可以看到他的循環次數 因為除了健康度之外 我們還會看一個電池的循環次數去看 所以你這邊也可以幫我看一下 對我幫你 循環次數還600多次 但是他也是 這個更奇怪 他就是他我們這邊看到是98.5 應該是故障 不合理了 對就是我們照樣來講 像你的循環次數是664次 那以Apple他判定是 1000次以上就是到更換的標準 所以也就是說 你的手機電池如果發生了 就是你早上充飽了 然後到中午會笑 電池怎麼剩40% 或者你根本放在桌上沒在用 早上起床是100% 然後過了半天之後 只要掉這麼多 可能就是電池的那個損耗 也會有低的機率是你的那個 主機板本身漏電 其實都還是以你的體量為主 因為那個只是一個 一個參考值 像你媽媽的意思就是說 充飽電 但是他沒辦法用到中午 其實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狀況 他放著沒用會掉一些些的 但是如果用的話會掉更快 那就比較像是電池的問題 因為如果漏電的情況下 就是不管你在什麼時候 他都一直 在掉電 對因為他就是 永遠都在活動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換電池 換電池 對 你要教我換還是你要換給我 你自己換啊 自己換 幾分鐘後 我覺得我換手機不是不行啊 但我覺得這樣子 太便宜他了 花錢來換電池 然後我還要自己DIY 哈哈哈哈 好啦沒事啊 其實是我自己忘記戴老花眼鏡 日常凸垂 他一樣 這兩顆其實跟 iPhone都是一樣的 永遠都有這兩個螺絲 那最大差異就是 後續的新機 他就開始會有那個 防水膠嘛 對 所以防水膠一定就會比較黏 那你不能像以前這樣直接扳開 他是扳不開的 所以他說要 要適當的加熱 像7以後開始都會有 對你不加熱其實會很差 開了開了開了 對 他翻起來會有點像是 在翻書的方式 就像這樣翻開他 這個跟我以前 6 iPhone6的時候換的電池 不一樣啊 他是一個L型的對不對 對他就有點像是一本書 以前是直接 直上直下 直接 對對對 排線 對 就是螢幕排線 觸控排線 跟 Face ID的排線 然後 11 Pro比較特別啦 他下面還有個地方 也接著電池 以前我自己換的時候 都要去Youtube 還有到國外網站去查資料 對啊 因為台灣的創作者其實在拍 換iPhone電池螢幕的很少 可是那個電池就是自己從國外待過 從淘寶上面買的 你從淘寶上面買很便宜 但是就是說他的品質啊什麼 你自己要做研究做功課 然後把它捲起來對不對 現在捲不太起來 現在捲不太起來喔 以前拿一根那個筷子啊 什麼東西對 那現在就 那因為把它捲捲捲 現在很容易斷是不是 就就是要慢慢慢慢的拉 你不是在拉 是不是 它裡面有一個雙面膠 像3M膠呢 對 要先把雙面膠拉掉 對 它那種雙面膠有點像3M的那種 就是 不殘膠 就是你要去除膠的方式 就是直接拉把它整條拉出來 不然它其實 電池是整個黏在 雞背上面 你是沒有辦法把電池拿下來的 像這個你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無線充電的區域 而且這種膠啊 就是因為時間久了之後 它本身也會變紫 所以你在拉的時候更不好 哇賽 這樣薄薄的一片巧克力 呵呵呵 那像這個有保護嗎 有啊 我們就是也是保護三個月 其實電池如果有問題 你很快 短期內就會發現 電池本身膠就已經 對 現在都先幫你 全新的都已經先幫你貼好了 先幫你貼好了 對 以前我在換的時候電池是 自己貼 分開了 我要自己貼 對現在就不用 我覺得這一步驟我認為是最難的 好 那你一般你自己在外面像去淘寶買電池 其實它不會附防水交給你 可能要另外再跟它買 對啊 而且你買了之後你可能也不知道怎麼黏吧 啊 8 專用7專用 或者iPhone10 iPhone11 你只要挑好之後 它總成來就記起來給你 大概就像 連排線都會有 然後你只要把它拆開之後呢 螢幕兌換 就好 那大概價格 我猜大概會比 送去維修大概會只剩下三分之一價格 如果是外面修 假設說它一萬二 你大概三四千塊就可以搞定了 但重點是你要有辦法 拆 然後有辦法上防水膠 然後呢 然後再把它附回去 這是重點 接下來呢 我們要再繼續 要上防水膠 然後再把螢幕再把它蓋回去 這樣才能夠防水 這片是什麼 就是防水膠 喔這片是防水膠 對其實也不難上 我以為是像這種一片像膠水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是在iPad的話會是用膠水的 但手機的話就是已經有做模組化了 然後它就會留在上面 對 對 然後它就會留在上面 然後它就會留在上面 對 然後它就會留在上面 然後它就會留在上面 對 通常我們到這個步驟的時候呢 就會忘記 這些螺絲 是鎖哪個洞的 而且有些有分長跟短喔 欸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螺絲有多細 對有時候會把機板鎖穿 對那太長了 直接把那個鎖 機板鎖破一個洞 就壞了 就就拜拜 好了 然後這個 Metal說其實可以插電腦去查看它的狀況 幫我們檢查一下 那一般如果消費者來這邊換的話 像這樣一顆電子收費是多少 剛剛我們的是11 Pro 對 11 Pro的話是1290 1290 嗯 因為我覺得舊的手機 就有地方可以換就換一換就好 而且是可以馬上拿 原廠好像沒有辦法當場 對 它就是都要等 如果你是送經銷商就7000以上 7天喔 其實來我這邊換蠻多的 也不是價格好 它就是它急著用 馬上要換 馬上要 它想要能現場更換 那如果要知道它的 要用什麼軟體 如果是Mac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個 它有一個叫椰子電子 它是免費軟體 如果今天是筆電 它也順便可以看你筆電的健康度 對 那其實Apple都判定 低於80% 或者是說 循環次數 將近1000 超過1000 都是到差不多要更換的狀況 了解 現在看到就是它是回到100% 喔 對 那主要是循環次數變回040 因為剛剛那一次是660幾 對 那如果今天你是Windows電腦的話 可以用一個叫做 它也是助手 就是可以自己去找 其實網路的範圍非常多 對 就是你搜尋 蘋果的iPhone的手機檢測 繩子器就非常多了 今天就先這樣子吧 各位 就是怎麼樣 各位看完 如果我們給你剛剛的零件 你螢幕壞了 或者是你的電池壞了 可以自己更換嗎 可以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 下集見 拜拜 這個有賣ECO的料 零件嗎 你要什麼零件 你現在是無法震動嗎 你是小七的 老闆是他 iPhone小七